A.M. What News今天讲的不单止一宗新闻 还是一个呼吁来的 最初许生许太他们第一个小朋友 在七个月大的时候因为心脏病离开了 然后他们的第二个小朋友 在去年也发现有心脏病 也因为感冒的缘故 病情越来越严重 需要换心 如果他能够换心成功的话 将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年纪轻的换心个案 因为他只有十三个月大 我对于今次换心的呼吁 传媒大幅度的一个报道 究竟是否最后能够帮到这个小朋友 我只能够说我是审神的 因为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都会发现 其实近这几年 尤其是近这两三年 久不久就听到一些很严重的呼吁 就是说需要有一些善心人去捐出他们的器官 但是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香港每年有四万多人离开这个世界 当然我也知道 很多离世者他们也都因为各种原因 例如传染病或者器官坏死 他们未必可以捐出他们的器官 但是当中是否连百分之五的离世者的器官 都不能够捐赠出去呢 我很明白每一个离世者的家属 在处理离世亲人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的精神的状况 或者他们自己的情绪当然是相当之差 但是是不是因为这样 我们香港的捐赠器官数字就这么低呢 在外国的很多地方 例如斯里兰卡他们的一些佛教习族 鼓励离离世者捐赠眼角膜 或者西藏的天藏 把一些遗体搬上山上 任由一些麻鹰去捏食 每一种的所谓习族 都有不同处理遗体的方法 所以我想说 其实每一个人他们怎样处理 他们的遗体 或者他们亲属的遗体 确实是人言人殊的 我说的也都未必一定是绝对对的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们是一个文明 或者我们教育程度 都相当好的一个社会里面 我们应该怎样看一个人的离世 和这个人的离世之后 他可不可以遗留一些器官 去将他自己的生命再延续 另外一些人的生命呢 而这一件事本身的意义 究竟是大还是小呢 我提供不了答案给大家 我最后只能够再一次祝福 许志凯能够换心成功 我亦都希望能够 和大家说一声 捐赠器官这个概念 其实不单止是帮了别人 亦都能够令到自己的生命更加有意义 今天谈到这里